目前时序已经来到2024年1月 也是农历鬼卯年11月 面对即将到来的假成年龙年 搜狐网星座命理专栏就分享了12星座在龙年的福气指数排行 其中以处女座在龙年的运势最为亨通 有望在今年升职加薪 处女座 进入2024龙年 对于处女座来说这一年整体运势非常不错 一直以来处女座对待生活和工作积极 有着踏实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积极的生活态度 能给身边的人留下很好的影响 也会得到很多生前加薪的机会 财运方面发展平稳 正财和偏财的收入都有进账 只要妥善的管理收支 就能实现财富的累积 天乘座 天乘座进入2024龙年运势方面会迎来不错的发展 不管是事业还是财运都比较顺利 有些创业经商的人会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 彼此不但能玩在一起 聊在一起 还能成为工作中的合作伙伴 在自己失忆的时候 或是出现选择障碍的时候提供帮助 事业上的良好发展会直接反映到收入上 这一年的收入会水涨船高 生活品质也能随之改善 摩羯座 摩羯座进入2024龙年运势方面会迎来不错的发展 事业和财运稳步上升 人脉运势也会有不错的表现 之前跟别人出现的矛盾 现在会慢慢化解 事业方面会争取到更多的机会 有些单身的摩羯座改掉原来固执内敛的性格 只要积极寻觅另一半 就能收获良缘 财运方面 这一年职场中的摩羯表现力很强 在很多大项目的表达正确判断 收益不错会得到领导赞赏 狮子座 狮子座的人不管在任何时候 都会保持勇敢自信的个性 不管是在职场中或是生活中 都能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进入2024甲晨龙年 狮子座事业方面收获较多 原来对待工作就非常上心的人 这一年会收获很多机遇 妥妥的表现会让狮子座得到领导赏识 一些创业经商的人 这一年财运很好 不管是正财还是偏财 赚钱都很容易 只是狮子座做事非常高调 这一年成绩不错 但一定要保持低调的态度 过分炫耀自己的财富 就会引起小人的嫉妒 对于长远的发展不利 有些单身的狮子桃花欲很强 加上无限魅力 会在短时间吸引到异性的关注 巨蟹座 进入2024龙年 对巨蟹座来说各方面运势都很好 生活和工作中没有棘手的琐事纠缠 各方面发展都在掌控范围内 巨蟹座本就做人做事低调谨慎 带人和善温柔 能累积到不错的贵人帮 而有了贵人的帮助和指点 就算是遇到问题 巨蟹座也不会担心与害怕 会轻松地化解危机 同时 这一年还会有吉星庇佑 巨蟹座事更加稳妥 自然运势很好 机会也更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